大家过年好 今天一大早就过来了 准备把这个坦克屋大改一下 上一期说整个装甲车 需要添加一个地板 这样才能更好的隔绝地下的凉气 从而保存更多的热量 话不多说 咱们直接开干 首先啊 把装甲车那部先清晃 哎呦怎么 太热了 现在就已经回到最原始的状态 那我们来做下一步 两尺寸 装甲车那部很小 跟厕所差不多大 R20156 抱借点啊 木板的话 咱们直接去之前视频的 那个小泡沫屋还记得吧 去那里呢 重要的是选择木板的长度和形状 搞完了 我们现在把这些木板 全部都搬过来 开始进行正式的状态 我把这废皮再拿来了 这个也放到车里 现在东西堆堆堆堆堆吧 咱们整个坦克底部呢 还是拿这个保温坦去铺一下 然后还有一些兄弟留言说 可以打上胶周围 然后在这里打胶 看着笑容感觉还可以 平时这个坡在里边占久的腰子疼 这回更不用想着长久站 我现在什么也不想 赶紧生火生炉子 这次咱们装备的摆放 大体的球变啊 炉子还是处于正中央 咱们先把火慢慢升起来 然后把其他东西再搬进来 我们呢 上次用的那个小桌子去吧 小了 咱换一个大桌子 具体这个桌子有多大呢 大概这么大 桌子我没凉啊 我知道它大 但是我没想到会这么大 差不多了 大概就这样 我现在已经饿死了 需要及时补充能量 太饿了 咱们把柴火的拿进来以后 就开始做饭 今天时间很紧 时间紧不说 而且过年不能常呆啊 吃饭的话 咱们今天就先对付一会儿吧 罐头和自热火锅就非常完美 好多观众喜欢看我在户外吃饭 咱能理解 我就像互联网嘴踢一样 带你们在户外吃玩嘛 谁叫嘴 人家都是嘴踢 咱叫啥呢 迎踢 野踢 野踢 我呢 就是你们的野踢 酱油吧 一个水果罐头 一个牛肉罐头 吃完饭以后呢 咱们再把这个屋整体的收拾一下 该装饰的装饰 然后把所有的工具都归回原位 这会变得更紧凑了 咱们把这个炉子的窗口关上烧柴 安全一点 过完年呢 我去买一点防火棉 这个小破录音屋呢 咱们就初步大概搞成这样 开盖有味道咸味的 我要放这儿 饿了之后吃啥都好吃 咱们就不做评价了 你们总留言跟我说 让我带条狗 我啥么啥么带条狗来 我们这边信号不太好 但我感觉现在还可以啊 我刷了一会还可以 我现在给看一下我那个新视频 上一条视频的留言啊 很多人都推荐让我在那个门口啊 外边外边 挂上那个大后背 因为现在是过年嘛 很多店都关门了 等过完年以后 我就去买个大后背挂外边 二氧化碳中毒 好多朋友在刷二氧化碳中毒 这种小屋有这个柴火炉 一般不会发生导演的 大家不要害怕这个啊 这个没有问题 我拿错了吗 罐子太多了 上面都没瓶了 闻着一股猪肉罐头味儿的 吃饱了 吃完就继续干活儿 咱们今天稍微搞快点儿 因为将天过年嘛 不能不回家 从看我视频的兄弟这箱子眼熟吧 老远远了 老远远了 这边还存了好多罐头 吃得太慢了 现在 还差很多木材没有搞 把他们堆到床头的位置 然后还有这两张鹿皮 我没想好放在哪 现在这俩鹿皮已经坏了 烂了 能起到一个装饰的作用 这回是真暖和的 我今天晚上真想留在这儿 但这不行 家也是太多了 最近过年了 过两天有带条狗来 让它爬地下 这小鹿皮 这个小鹿皮铺到这里 效果非常不错 远远远去看一下 哎呦 这太 可以啊 其实经常看我视频的朋友 能发现 我这个主打的露营和户外装备 就是能省则省 材料也是能省则省 我个人看来 装备太好 会少了很多氛围感 就没那味儿了 为了让大家放心 我也是从晚上买了很多防火材料 用来装在炉子旁边做准备 下一期晚上 我们再回来体验这个安全屋 好了 朋友们 这期视频也到这里了 下期视频我就不白天回来了 我就晚上回了 马上回到这里 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一个点赞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